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杨明山从2月起进入赏英季节 还可以顺游杨明山周边六大历史建筑与管设 感受充满魅力的草山人文风情 在台北市长蒋万恩等人共同主持下 为期40天的杨明山花季正式展开 蒋万恩表示杨明山的樱花是台北市重要的观光支援 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 在公园处同仁持续努力养护下 让果仁不用出国就可以欣赏到 浪漫迷人的樱花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樱花 非常的漂亮 刚刚一路上山 一到这边就赶 就看到我们山蓝缭绕 繁花盛开 美不生收 所以真的非常适合在年假期间 带着家人 带着孩子 一起到杨明山 走走 看看 欣赏樱花 由于气候因素 今年杨明山樱花提早21天就开花 在云雾缭绕的氛围下观赏绝美樱花 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看到这个花开的感觉怎么样 不错啊 带上来只要来看都要看松石 就是樱花很漂亮啊 对啊 开得很好 开得很好 对啊 我们拍了好多照片 还到光复楼 去看我们朋友 那个吴奇纳的钢雕展 对啊 感觉非常丰盛 其中位于樱花溪流区的三樱花 已经有八成盛开 接下还有八重樱 昭和樱 及吉野樱等不同品种的樱花 将接力绽放 一路到三月中旬 花卉试验中心主任 特别介绍几处 绝不能错过的 嗓音经典 及嗓音时序 目前就是正在盛开的是三樱花 那再来的话 在我们春节的假期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八重樱 那它大概是在八重 在春节的时候 八重樱会达到盛开 那主要分布点就是在我们的 花中后面 一直到上面的头像区 还有就是我们在第二停车场 下面有一个水源洞 这一区的话就是八重樱主要分布区 那大概到二月下旬的时候 我们昭和樱也会提早开 那昭和樱主要就是在我们吞水池 跟我们的王阳鸣铜像这边的话 就是最多的地方 那三月初的时候的话 我们吉野樱会开放 那吉野樱主要就是分布在我们游客中心 还有我们的这个 独山路二段的两侧 那它的花色比较偏白 那花瓣掉下来的时候 有点像雪会在那里 所以我们说的樱吹雪 就是在此吉野樱 除了樱花 种植的八万株杜鹃花 及黄色水仙花 也陆续在二月下旬 及三月中旬盛开 抬头赏映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欣赏 这些绿地里的交客 我们的杜鹃花 其实在二月底的时候 就会开始开放 那我们的杜鹃花 在阳明山区 阳明公园这带 大概都八万棵左右的杜鹃 所以它的量是很大的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狐山绿地呢 在二六零公车走在旁边 那我们每年都会在那边种水仙 那今年我们种的是大花水仙 那预计花期是在二二八到三月初的左右 花季期间 阳明山六座艺文馆舍也联媒举办 草山百年风华阳明山馆舍串联活动 包括新开光复楼的六馆舍文物展 以及新锐艺术家吴奇纳的净创作展等 让游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 也能更深入认识阳明山丰富的人文历史 不只是规划漂亮的花 我们其实也结合附近很多的历史建筑 还有包括馆舍 我们就跟旁边的光复楼有合作 在二楼有一个艺文展览区 所以我们结合周边几个包括中山楼 包括阳明山 还有包括华刚 读书馆 等等 在二楼大家可以赏花完 然后再到光复楼去看看一些艺术作品 由于阳明山路幅及停车空间有限 为了避免大量赏车花槽造成道路溶塞 例假日及春节期间羊的大道 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会进行小客车管制 小湾也呼吁游客尽量利用捷运转搭花季公车前往 轻松悠闲地享受櫻花所带来的浪漫氛围 记者张琪达台北报道 农历年后是转职旺季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真材的缺口以金融投雇保险相关 资讯科技及餐饮住宿三大产业最多 农历年后是转职旺季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今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 真材与不真材企业比例呈现五五波 真材缺口以金融保险 资讯科技和餐饮住宿三大产业最多 真材三大原因为补足流失人力 例行性真材和业务量增加 在今年的第一季 其实有五成八的企业 对于景气是抱持正向态度的 但是对比去年同期 其实是下降了大概九个百分点 那尽管如此 今年还是有超过五成的企业 是有在第一季真材的计划 目前最缺乏的人力是基层人力 还有中阶的技术人员 那哪些产业目前是最缺工的呢 排名有前三名的 包含像是金融业 资讯科技业 还有餐饮住宿业等等 光是在人力银行上的职缺 就有超过了17万3000笔以上 根据这个统计显示 其实我们的失业率目前是下降的 但是尽管如此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力缺口 主要是因为 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有六成以上的企业 他们真材的目的是为了 要补足之前流失的人力 所以在疫情时代 那当时有很多人力 可能离开了他们原本的职位 但是现在公司呢 想把这些人才找回来 因此在第一季的时候呢 会有比较高比例的 真材这样子的行为 目前最缺工的三大产业 是金融业 科技业 还有餐饮住宿业 金融业的部分 他们光是去年1到10月 他们的营收 就突破了7000亿的大关 那在获利如此惊人的情况之下呢 也让他们愿意大举真材 来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那至于资讯科技业的部分 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 淡季景气的影响 可是AI是未来的 这个算是一个趋势 所以很多产业呢 在AI相关的高阶人才上 是非常愿意给出高薪 来征聘这样子的人力 来补足他们AI方面的缺口 至于在住宿还有餐饮部分 其实从去年的年底 一直到今年过年前 还有寒假都属于餐饮 还有住宿业的旺季 那在之前人力 还没有完全补足的情况之下呢 又迎来旺季 所以很多在餐饮旅宿工作的 这些企业主 他们是更愿意 比如说加薪来真材 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 抢到员工 同时也可以带动 他们的营业额成长 因为疫情过后呢 其实我们对我们产业 很有很有自信 所以我们的真材计划 今年呢就会持续去做 我们现在招募的 所要的那个职业 就是发型设计师 就是有设计师经验的 有美感的 然后我们的薪资会在 起薪就会在四万五以上 对 我们今年大概 我们的目标 大概要增六位的 六位设计师 对 另外再加上储备 所以是六到八位 调查也发现 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的企业 对于今年第一季 景气抱持正向态度 但相较去年同期 仍下滑百分之九 另外有百分之五十一点五的企业 今年第一季 有挑心计划 但呈现意愿高 幅度小的情况 我大概投了进百分的履历 那也就是大概加薪 因为找到比现在薪水 还多一万块左右 在我面试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的底薪 其实会让他们觉得说 其实我会愿意再增加一点的薪水 薪资来录取我的工作这样子 是真的蛮累的 如果跟疫情前比起来 是真的体力上面蛮耗体力的 一个人是要做蛮多份的事情的 就可能你要结账 然后到送餐 然后再到可能还要帮内厂洗碗 以前这个部分 内厂的洗碗部分 可能比较不是属于外厂职责 那现在可能就是大家 在分工上面 可能又要更加互相的配合 在疫情前的话 我大概正职人员的部分 大概两万八到三万 那目前参业者 目前都会以三万五起跳吧 以我目前的古代的公司 大概三万五起跳这样子 好 其实今年光是在第一季 只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企业 是有调薪这样子的打算 那平均调薪的幅度 大概是3.8% 那其实对比去年 调薪的幅度差不多 微微上升了 大概0.1% 因为去年是大概调薪3.7% 那今年是3.8% 所以在调薪的意愿上 是比去年 也算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 但我们认为 因为现在很多企业 他们为了要征求人才的加入 所以除了调薪之外 他们会寄出更多 比如说优渥的员工福利 或者是像有些企业 他们愿意寄出 可以让员工延后来报道 这样的措施 然后来吸引人才的加入 调查显示公司调薪主要参考标准 包含工作绩效 员工配合度 企业营运获利 以及员工年资 除了调薪以外 给予绩效或激励奖金 有我年终 红包 员工旅游 也都是企业采取 靠上员工的实质做法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2月1号起 民众在台北市 重复缴纳的路边停车费 可以透过台北市 停车管理工程处的 停车查询 一站式网站折抵停车费 省序退钱的麻烦 查询更方便 去年台北市路边停车费 重复缴纳高达 约13万3000件 600万元 台北市停管处宣布 现在民众在北市 重复缴纳路边停车费 可以到停车查询 一站式网站注册会员 解锁路边停车费 重复缴纳停车费折抵服务 过去那个重复缴费 那个退费的状况 我们这边停管处是会透过 一个主动的通知 那定期会激发油减去通知民众 那如果说是 透过非现金缴纳停车费 的造成的一个重复缴费 那会透过那个 非现金管道的方式 主动去办理退费 这个因为一站式的网页是 我们那个 前年就已经推出了一个 一个一站式的管理停车资料的 一个网页 那我们现在就是陆续去增加一些便民的新功能 包括过去的五指化的一个申请 还有防汛提醒 那目前就是从在推出一个新的 重复缴费折抵的这样一个新功能 那预计在2月1号这边 也就是今日会正式上线 让民众来做使用 因为我们从104年就重新 陆续在推动非现金支付的一个 一个功能 那目前我们的一个 那个重复缴费的建数 其实都有 都有在下降 那目前就是去年底有到13万间 那这个金额其实都比过去都 有那个呈现下降一个趋势的一个现象 北市停车费缴纳管道 包括超商非现金支付等管道 民众倘若在超商将代收资料传输至停管处期间 又再用其他管道付费 就会产生重复缴纳的情况 停管处会主动通知退款 但现在也可以将一缴费用 改缴其他尚未缴费的停车单 那民众只要加入会员 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 申请折底的这个服务 下一个 那这个重复缴费的一个折底的功能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注册我们的会员 那到我们停车的查询站式服务的网站 只要简单的输入车号跟姓名 设定密码注册 这样就完成了 那登录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现在画面上的 一个功能的页面 那这个右上方就一个重复缴费 停车费折底的功能 那只要民众去选取 未缴费的一个停车费 跟去配对 送付缴费的停车费 只要符合配对金额一致 那 这样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来申请 来填写申请停车资料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扣底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这边还是会鼓励民众 他尽量透过非现金的管道去做缴费 因为他可以去主动的一个政策 来去做退费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民众他可以加入会员的话 那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机制 来减轻他去申请一个退费的补费 停管处持续鼓励民众以指挥支付 金融机构及电信业者 自动代扣缴纳停车费 目前使用率已达64.6% 松山文创园区特别与汉生合作 推出了民俗文化创意中致展 共有230只神龙 穿梭在松烟旧处的古迹空间 推开宛如庙里门省的大门 今年的松山文创园区 充满熔熔年味 除了制烟工厂大门四大门省连画 及北门的挂钱剪子外 文庄大街还有长达60米 共24幅神龙图腾的剪子团花窗框 1-5号仓库郎道窗框 也设置了四幅大红喜气的斗方春联 加上16个古迹消防专箱 呈现年寿传奇 厨房造成老鼠驾驢等10个连结故事 这是松山文创园区与英文汉生出版 合作推出的民俗文化创意装置展 邀请民众重新认识台湾民俗故事 重回童年过年欢的时光 一起找回台北传统年味 大过农年是希望透过各种的装置 或者是艺术包含剪子团花的剪子 都散落在园区的每个地方 所以整个园区大概有230只龙 这还不含我们的神龙护体的贴纸 那这件事情第一个是 整个在松山文创园区大家最熟悉的 文创大街上面有24个窗框 大概就有24面的我们讲 叫做剪子团花 所以这里面大家应该可以 认真仔细看了一下 每一个团花都是 小时候应该大家都有剪过纸吧 剪子团花 那每个颜色都是很特别的颜色 这增加了蛮多园区过年的氛围 那第二个是园区过去的整个大门 我们大概有好几个门 门绳这件事情 也是今年把它带到松山里面来 所以都希望说透过门绳来 守护园区邀请大家来松烟走春 那另外是松烟一直都有消防栓箱 全园区大概有16个消防栓箱 也透过消防栓箱来介绍 过年的故事 那同时间我们今年也来个大师讲堂 都讲给你知道 就是讲一下 大家真的都忘记怎么过年的 过年的故事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年大概一系列都希望说把台湾的棉找回来 园区还有一个超夯的景点 就是园区吉祥木收押赏 农眠手睡竟然在锅炉房烟冲口趴着睡着了 下方还压着铜钱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压醉钱 这个好玩的谐音梗不但成为游客打卡乐点 也许我们站都来插花 打算把松压赏拉起来 我们的那个松烟的代言人松压赏 他在睡在钱上面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压睡钱 欢迎大家都来这边拍照 就让你新的一年 满满的钱可以睡在上面 除了民俗文化创与装置展 松烟风格店家也配合春节 推出多项期间限定优惠商品 像这家高雄知名青草第三代 北上展店的麦草人家 就有888的促销专案 还有连结烫金红包 我们今年过年的话 特别推了一个888的活动促销方案 那这个是全手工 就是从老胚布还有植物原料 采收到我们烘焙炒制的过程 那这个的话就是里面是 很舒服的泡澡包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 888的玛丽都会有 我们平常是没有的 那他活动期间是即日起 然后就到情人节当天都可以 大家可以来换购这个小礼物这样子 对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是 有推一个我们现场所有的商品 都可以做一个礼盒的组装 那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提栏 那另外比较特别是这个 就是龙年的烫金红包 那他其实结合台湾老窗花的玉衣 这个龙其实是可以随时拿起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在你想贴的地方 去做一个祈福的概念 那这个烫金红包的话 就是也有一点忘出好日子 迎接农年好农年这样子的意味在 另外结合手作甜点与植栽的尾兔 则推出了手作体验课程 让消费者自己制作可以吃 还可以提的春联糖霜饼干 硬挺又淘喜 刚好过年嘛 就是华人的习惯就是有写春联这样 那有别于就是纯粹是写春联 我觉得更应该结合我们家 品牌的特性跟产品 那这次刚好就是配合说 我们可以使用类似糖霜饼干的方式 然后制作一幅大概15x15公分的春联 然后用糖霜 黑色的糖霜 然后在上面很像写春联的方式 然后写一幅属于自己可以吃的春联这样子 那就是为了配合就是可以从春节一路到元宵的部分 那我们也特别把这个春联饼干的部分呢 我们也把它设计成可以像灯笼一样提着 所以这个体验活动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长久 然后也是永续的 那第一个是也不会破坏神态环境 然后也可以食用 然后又可以合家同乐这样子 过年期间游客还可以跟着龙的传说 在园区集章 集完九个神龙章可完成神龙拼图春联 并兑换青龙纹色贴纸 在园区拍照打卡则可以现场制作 获得金光闪闪的龙年纪念碧 春节期间园区还有来自日本韩国 芬兰荷兰等12岛精彩的艺术文化展览 以及韩国超人机爱豆的 Super Lady快闪展售等 让松森文创园区陪你大过龙年 记者张吉腾台北报道 什么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胶做的 多吃这种瓜 和癌症说拜拜 全世界疯传的惊人事件 看到这些夸张的标题 您有什么感觉呢 会因为好奇而点进去一探究竟吗 还是已经知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农场文 现在我们就带您来理解 假新闻的下标题技巧 教您聪明判别 一文章标题有夸大的声明 像是你不会相信即将发生的事 假的 二出现奇怪或不寻常的动画 通常都是骗局一场 假的 三跳出轻松赚钱的文字 绝大部分是诈骗 假的 四出现不常见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照等 这是骗点几率 假的 五常见罐头用语 像是百万人公传 大家都惊呆了 简直太神了 等 一样是假的 这些耸动的标题 就是希望阅读者能点击 点进去后的错误资讯 会造成民众对虚假内容的信任 或价值判断错误 因此我们要牢记 一看二听三想 让夸大的新闻标题 不再影响我们的乐听品质 中加集团关心您 为了促进轻盈交流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 邀请社区长者及大同大学的学生 共同组成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用音乐搭起跨世代学习 以及交流的桥梁 社区长者与大同大学学生 演唱动人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及道香 展现学习成果 阿卡贝拉轻盈合唱团 是由一群喜爱唱歌 对阿卡贝拉有兴趣的长辈 与学生所组成 轻盈合唱 不仅打破年龄隔阂 也增进彼此的互动 那这次上课的心得 我觉得我最喜欢最喜欢 色剑活泼 刚开始的相见欢 是由对方介绍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介绍自己 然后再来他还会说 说出你最疯狂的事情 那我觉得每个人都要 他讲的都有他的生命历程 都很特别 让我们觉得说 怎么现在的每个阅历 都有不一样阅历 能感觉很舒服 对 那另外最主要是说 我们这个年纪大了 我们喉咙都沙哑沙哑的 口腔大概松弛了吧 然后老师都会教我们一些 怎样发音 唱歌之前怎样发音技巧 那技巧也是以前我们 跟我们在学校学的不一样 以前学校都学 哦哦哦哦哦 都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老师的发音很多种 很多种 我是觉得说 如果常常做这个东西的话 我对于我口腔训练也很好 我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我的身体 就是一个液气 然后我觉得 真的很棒 尤其是在这发声的时候 那个声音的训练 真的结合了我们台北市卫生局 在推广的口腔 那叫什么 口腔的运动 健康操 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很棒 因为看到年轻人的那个活力 就是产生了我身上没有的 这个活力 我觉得我产生了动力 印象大改观 因为我平常不会去参加什么活动 所以我就是除了家里的长辈以外 就不会再接触到其他的长辈 但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 都是非常孤伴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大部分的长辈都是如此 但是在上这堂课的时候 课堂上面的长辈 都非常的热情大方 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都会带一些糖果饼干来 然后也会分享自己做的 调试之类的送给我们 阿卡贝拉是以无伴奏的方式进行合唱 透过发声呼吸练习 熟悉身体每一块肌肉 同时帮助长者训练记忆力 口腔吞咽 强化肺部功能 达到延缓老化 预防失能 唱歌的过程我们会 带入到很多 就是基础的节奏练习 比方说 或者是我们会去做心肺 我们的腹式呼吸 会运用到腹部跟全身的肌肉 比方说 哈 哈 这样子的 就是比较有加强核心训练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会有 带到不同发声位置 比方说 这样子 然后是发去 加强我们的高音的共鸣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长辈们在生活中 比较少会运用到的 发声的区域 也会比较少会控制到的肌肉 所以在这练习歌唱的过程中 其实可以让他们去 加强整个全身肌肉的控制 以及加强他们 可能口腔的吞咽 或者是他们 强化肺部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除了歌唱之外 因为最重要我们是 阿卡贝拉 所以我们是合唱 那在每一个 每一个声部 不同的旋律中 他们可以去练习 打开耳朵 互相倾听 或者是去 互相配合 然后去 等于是 轮流去唱不同的旋律 阿卡贝拉 亲吟合唱团 总共22位长者 20位学生参加 长者平均年龄 71.67岁 进行八周的培训课程 透过带肩互动 长者和学生 都有多面向的显著成长 课程包括了 浅谈阿卡贝拉 认识自己的声音 及了解歌唱的发声 律动技巧的训练 阿卡贝拉合唱 与人生打击 合作训练等等 那也透过问卷的分析 了解到 长者在日常生活的感受 提升了60% 也在幸福的感受 共有四个面向的部分 提升了44.4% 那学生的部分 对老年人的态度 有正向的翻转 以及与长者沟通的能力 互动的能力 以及自我超越的感受 都有提升 那由此发现 带肩互动的实质接触 长者跟学生 都有显著的成长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未来将持续与校园合作 透过音乐学习 营造世代共融的 高龄友善社区 高龄友善在大同 纪彻离席会台北报道 2024台北灯节开跑楼 第一阶段点亮四座灯组 灯组中的九小荣 在灯区周围游巡 营造柔年的氛围 台北灯节首创分阶段开展 中华路两侧光廊闪烁缤纷 捷运西门站周边的 四座灯组也已亮起 让旅客过年前 就能到西门丁逛街赏灯 感受渐浓的年节氛围 红楼济世光年寿 武力全开 畅想魔力瞬间灯组 率先亮相 我们路过来那边逛逛 然后就看到 所以走过来很漂亮 而且觉得还蛮特别的 因为它上面都有红楼的一些祭祀 我想去知道上面的图案是表示什么 而且红色真的蛮漂亮 拍起来很漂亮 有种红地毯的感觉 感觉可以来耶 感觉很漂亮 就是趁着过年走春这样 我们期待在过年前 好朋友们如果到西门丁到台北来 尤其到西门丁地区来逛街 他可以先来欣赏这几座灯组 也期待透过这些灯组 能够让我们的朋友们 可以来了解到西门丁的商圈的特色 以及当地的历史故事 西门丁老师 还有插画艺术家李信慧老师 他们两位共同创作 透过雷射雕刻的技术 把西门地区发展的历史 从鸿门的角度 来把它刻画出来 现在我们两册的这个作品 其实就是我们的九小龙 那九小龙的意义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谚语 龙生九子这个不同 那我们也就是说 让这个作品去让大家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有个人自身的特色 不用去追求跟所有人的一个 相同的认同感 而是找出自己的个人 与别人不同的那一个特点 去加强发扬 所以我们利用这九个小龙呢 它其实是用我们的三轮车 去改造的一个传统花灯的灯组 那上面我们结合了人力的彩踏 以及我们其他前面有一个绿能灯组 行街甚至穿过我们的中山堂到红楼 到我们康定街到电影公园 这范围都是我们的一个游走范围 那我们会并分三路 从二月十七开始 天天在整个灯区当中巡游 我们欢迎民众到西门町来 一起去找龙去抓龙 拍下他们的身影 甚至可以去兑换很多 很好的优惠的一些纪念品 对 那我们都称为他们是龙的孩子 九子各个不同 也都是即将长大 各个各自成龙的一些作品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 可以来看看他们的身影 然后一起在整个西门町去 找寻他们所在的地方 即日起到二月二十九号 穿着有龙的元素 或是模仿龙的动作 与台北灯街任一个灯组拍照上传 并且在台北旅游网FB活动留言 就有机会抽西门町周边饭店主书券 周边宫庙商圈也响应 推出许多精彩活动轮番上阵 是那我们今年主灯是用全金属的方式打造 对那我们突破以往没有用太多大型的花灯 或者是FAB的灯组去做塑造 可是我们一样在它最主要的龙的眼睛的部分 我们还是用传统工艺元素花灯去做表现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现代以及传统当中 取得这个平衡点 然后让它能够融合在一起 同时也表现出我们西门町的在地特色 就是现代与传统的共融 对那我们整个主灯的部分呢 希望呈现光荣也就是所有在西门町 不管是在台北还是西门町西区的同时 好朋友们都能够在今年龙年能够呈现光荣的一个部分 因为龙的部分呢 应该是说龙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十二生肖当中 我们唯一没有见过实体的一个生肖 对所以龙的诠释 我觉得就是以个人的一个观点去做表现 那我们希望的龙能够在台北的时候 它是能够呈现精神呈现威猛的一个状态 带领着台北能够面向国际 冲向全世界 其实对美的这种感觉 其实大家都很各自都很主观 所以很难说让每一个人都非常喜欢一件事情 在美的事情还是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所以我们其实尊重所有的好朋友们的解读 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有讨论就是好事 就代表说其实我们是非常引起大众注意的 那当然在讨论过程中 如果我们可以改善的我们都会改善 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讨论 能够让大家都愿意到现场来 来看看我们的主灯长什么样子 也期待透过这次的这个热烈的讨论 可以让我们今年的这个参观的人数能够创下高峰 我们这次除了我们观传局的跟商圈 以及这个企业节之外 禅发局也特别邀请了几百家的商圈的业者 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的活动 那所以民众如果到我们的这个商 到我们的灯节的现场来赏灯的时候 会有许多的这个商家配合相关的活动 包括旅宿业的住宿也有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民众都能够通过观望 四桌灯柱透过传统艺术街舞文化光影技术 传递新年氛围 带头揭开龙年新气象 每个灯组各具特色 民众可以一次欣赏到传统现代的创作 展现灯节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 记者张启腾 汪宇俊台北报道 台北市113年将加码提供 112年入学国中男生的公费9架HPV疫苗 透过校园设战提升群体免疫力 降低HPV感染衍生的癌症风险 什么是人类乳涂病毒 HPV是一种会导致细胞癌化的病毒 通常借由接触与性行为传染 依流行病学资料显示 不分性别医生感染几率高达80% 台大医院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彬英表示 预防HPV感染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 在青少年阶段接种可达最佳的保护效果 对于HPV疫苗预防子宫颈癌这件事 我们要有 我大概有三个重要的主题要厘清 第一个就是HPV不只是引起子宫颈癌 它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疾病 那我们知道说生殖器有 我们俗称菜花 它就是HPV疫苗所引起来的 然后那个HPV不只是跟子宫颈癌有关 它跟我们生殖泌尿系统的癌症有关系 而且就知道说跟头颈部癌症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不只男生女生都会得到的癌症 那第二个是很多人以为说 HPV疫苗它是性行为传染 我们只要节省之外就不会得到HPV 这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我们一般的性的一个调查 不管男女 她在她的生殖器里面 都有一部分的比例会得到HPV感染的机箱 而且在口水里面也有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的行医过程 我当时小额科医师 我曾经看过两个新生儿 他在屁股长菜花 然后我们的医师就怀疑说 会不会被新虐待 但是那么小的小baby怎么会被新虐待呢 那其实讲起来 HPV它是会 它不会穿透皮肤感染 它一定是黏膜感染 或者是你破损了皮肤感染 那我们的小baby 常常包尿布 他会有尿布疹 那边皮肤会透皮 然后那个 家长在照顾他换尿布的时候 说不定口水就撞到了 其实我们台湾的调查 十几%的男生 5-10%的女生 口水里面是有HPV的 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医师 陈正成表示 男性被感染HPV几率比女性高 鼓励男女性都需采取 预防HPV感染措施 是子宫颈癌其实之前 因为在子宫颈癌筛检 跟HPV疫苗的 已经都施打在女性很久的缘故 所以子宫颈癌的 罹患病数 事实上是维持 维持水平或甚至是下降的 但是相对来讲 事实上男性是受到忽略的一群 所以尤其是跟 特別是跟病毒有关陽性的口烟癌 我们的口烟癌主要是 特别是指在扁桃腺 因为扁桃腺 事实上它因为大体 解剖的构造的关系 尤其是特别是乳毒病毒 特别容易在那边 长期慢性的感染 所以容易HPV 導致在那边的癌化 为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校接种 台北市将全面 于93所校园 涉赞提供接种服务 接种前需经家长 与学生签署同意书后 经由医师进行健康评估 及协助疫苗接种 若因故无法在校接种者 可至台北市115家 特约医疗院所进行补接种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迎接贾成熔年 从除夕到初一 西洋市副市长邱佩玲与市府团队 特别到基隆市区的大庙 发送开运红包 为金融市民祈福 画面上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在除夕夜晚上 与市府民政处长张渊祥等多位主管 发送新年开运红包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 欢欢喜喜 来领取市府的议员开运红包 这次副市长邱佩玲 从清安宫 电际宫 天险宫 大年初一 再到极乐寺 慈云寺 圣安宫参拜 并发送红包 为基隆来祈福 我们今天市府团队很开心 可以代表市长到清安宫 来发开运的红包 希望我们基隆市民每一个人 拿到以后一年都顺利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基隆市政府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跟市府团队 以及议长通姿卫 立委林佩祥 多位市议员 及地方重要领袖 也跟姓仲一起拜拜 前程助导 进行投箱贺政仪式 其实我们清安宫 长年以来 非常非常多年 从历史以来 就是每年的 除夕夜的晚上11点 来办这个投箱贺政的一个典礼 就是等于插头箱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是 邀请府会首长 还有地方的陶廊 大家一起来拜拜 那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起来拜拜 就是祈求新的一年平安 那我们的头箱 跟其他庙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 共同拜拜 共同插箱 所以就有一个 头箱的贺政典礼 然后也避免比较多的 这个 看到其他有人要跑 要增强那个头箱的那个 那每个庙的文化仪式都不同 那我们基隆 传统的仪式就是非常重视 人情味嘛 那我们是一个 非常人情味的一个城市 所以大家共同来 一起祈求 妈祖娘娘在新的一年 保佑大家平安 所以共同来插头箱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共同的仪式 那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大家都一起来 那所以每年的除夕夜 到大年初一 都是清安工人最多的时候 那今天刚好 晚上也没有下雨了 虽然冷了一点 不过也是 看到很多的人潮已经涌进来 待会 待会就会非常 擠到水泄不同 很简单 辛尼陶古尼会 佩祥在这边 除了祈求 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之外 也祈求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风调雨顺 也祈求我们基隆市 能够辅惠和谐 然后施政顺利 佩祥在这边 再次祝大家 平安健康 龙年行大运 谢谢 习惯了啦 从小就拜了啦 然后可以来求什么 平安就好了 副市长邱佩玲说 能在除夕及初一走庙 是最大的福分 看到民众的虔诚 领开运红包的欢喜 心中也幸福满满 另外副市长也在奠记公 抽到牵王 期盼台湾这一年 都能平安顺利 风调雨顺 也庇佑基隆市运昌龙 市农工商各行各业 都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而在大年初一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实现承诺 到基隆清安公参乡 并发发总统府的议员红包 吸引了大批人潮排队领取 一大早 清安公四周就出现 常常的排队人了 为了就是要领取总统当选人 赖清德其所发的 总统府议员红包 在旧久清安公主委童勇 内政部长李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 通知委及蔡世英等人陪同下 一生喜悉的赖清德实现承诺 大力出遇到清安公参乡及 发放红包 除了祈求妈祖保佑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也感谢旧乡亲支持 让他高票当选总统 赖清德强调他是基隆的一份子 未来系统发展他一定会大力支持 未来系统发展他一定会大力支持 就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除了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赖清德顺利当选总统 未来民进党及议员也将担任 中央与地方的桥梁 在最懂基隆 最照顾基隆的总统支持下 让基隆大翻转大发展 过去的八年在林佑昌 开心动力努力之下 基隆拨胎万比 转型成功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奇迹 现在中央跟地方 也有更好的平台 中央是两年 你爱讲得到一样 多讲一讲一讲 多讲一讲 所以我一来总统对基隆的过话 绝对资源不会少 所以我们基隆之后的发展 绝对会大部分向前 在赖清德发放议员红包的过程中 就读动画大学的唐玉田 在基隆高中校长钟定先陪同下 特别抢头香将两封信 当面交给赖清德及同志委 原来2022年 赖清德曾在内政部长刘昌 及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到基隆高中 关心与父亲相依为命 家境清寒却认真求学了唐玉田 还送拿两本书及平板电脑勉励 虽然在学社前唐妇病逝 他与田仍顺利考上国立大学 因此写信感谢赖清德当年的鼓励 总统有来学校特别探望我 然后就刚好升总统来基隆的机会 就在特别写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当年 就是鼓励我这样 副总统的时候 特别主动来看他 来看他 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那个拥抱 我觉得一直鼓励着他 所以这次他的信 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特别也谢谢总统那个大大的拥抱 让他很有信心的 走到他未来的人生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基隆智云寺举办观光元宵节 艺文华会揭幕活动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位 与立委 林佩祥等人 都到场肯定 慈云寺推动艺文风气的用心 3 2 1 起动 副市长邱佩玲 立委 林佩祥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委 二前立委 蔡世盈 及慈云寺主委 李玲宝祐 共同为元宵节艺文华会 主持开幕仪式 基隆慈云寺艺文华会正式启动 特別举办绘画比赛 吸引了近300位小朋友报名参加 不少家长一早就陪着孩子们 来参加比赛 我后来会觉得那个都有彩虹色 今天来发发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都有很多人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慈云寺的标志 这个是龙的标志 然后这个是绿绿的是柱子 这个也是 这个是电灯 这个是灯笼 这个都是灯笼 这个是我看它的字上面有的 我就写下来 他参加好几次了 那觉得感觉怎么样 还蛮好玩的 今天是那个正月出舞 农历生的出舞 是我们那个追市义舞活动 揭幕的 今天是那个小朋友绘画 差不多有两三百个小孩子 那个小朋友来参加绘画 那明天是司法比赛 有一百多 小朋友好棒喔 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称赞小朋友们的画作 相当有水准 也让一年没十几画笔的她 都自叹不如 中间还巧遇民众 带来珍贵照片 让邱佩玲相当感动 今天是绘画比赛 明天是书法比赛 那慈云市在地方投入这种 跟社区相关的活动 一向不遗余力 我们非常感恩 让市民不仅心灵安下 而且宗教有更大的信仰 那今天代表 谢国良市长来这里 发开运红包 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利 万事如意 我也会画画 我去年来的时候 还觉得我画的 没有输给小朋友 今年再看到小朋友 觉得我已经输太多了 是 赖先生 他拿照片是父亲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他做西服比赛 第二名跟父亲的合照 今天刚好新年 半年刚好碰到 很有缘分 能够拿父亲跟他的合照 再看到我跟他的合照 我想爸爸一定很开心的 慈云市 不仅是金融市的重要 宗教信仰中心 每年透过艺文华会 举办包括绘画 书法竞赛 推动艺文风气 不以余力 包括议长同志委 议员郑文婷 吴化佳 前立委蔡思英 都对于慈云市 长期推动艺文 照福香里相当赞赏 大家好 我是蔡思英 那很高兴今天来参加 慈云市艺文华言的开幕志 那思英在这边也要祝福 我们全体金融市市民 每年都过个好年 那今天是龙年 祝福大家龙来龙后 越来越好 在每一年的大年初五 办理艺文活动 让我们在基友市 全市的民众 能够前来慈云市 享受家庭的时间 也受到慈云市 我们的菩萨的保佑 让我们所有参与活动的 市民朋友们 大大小小得到平安健康的一年 随后邱副市长 也与议长同志委 分别发送市府和议会 制作的勘运红包 给在场排队的民众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能够欣享四成 得家平安 记者 不连毛小孩 也能够领取 我自己想要做生意 那我当然会 就是在自己的店里面 放在自己的柴位 那希望说这一年 我的生意 可以顺顺利利 其实非常多的信徒 很多年轻人 其实慢慢的都有 宠物的一个习惯 不管是猫 狗 甚至连总统 都有养貌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庙方 特别特别在今年 破例就是说 信徒来我们 重床庙拿发来金 如果他带着宠物 一起来庙里走村的话 我们庙里会特立给他 他其实宠物 我们就给他几个 所以说你带五只宠物 我们给你五个发来金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希望我们的宠物平安 主人能够平平安安 让我们过来这一年 隆年大家都能够走好运 然后保佑大家平平安安这样子 庙方希望不论人还是宠物 新的一年都能平安 不仅如此 领完隆年前币 还能够来除霉运 庙方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 既该不孕的仪式 它其实就是象征 把过去一年的霉运都化掉 那庙方其实都会准备小三生 然后跟我们的龙眼肝 跟长寿面 那信徒只要带一件衣服 庙里就会做全套的 既该不孕的服务 那其他很多含义 那包括我们准备的鸭蛋 其实就是把你的煞运压掉 然后龙眼肝我们就准备十二颗 其实它就象征十二个月 每个月我们都象征这样破茧而出 庙方会帮你这样破掉之后 然后会让信徒带我们龙眼肝回去 那象征 未来这一年能够每个月都重生 那把你的怀运都去除掉 新的一年不妨来就用城隍庙走一遭 能够求财又能保平安 记者黄绍鸣基隆报道 而这一场发放一万份 熔年钱母的活动 有民众天还没有亮就来排队 连外国人也来朝圣 排队的人潮根本看不到镜头 虽然中间隔着马路 但民众依旧有秩序排队 原来全都是为了领取钱母 三点多 为什么想求这个发太多 因为运势还不错 求运势还不错 你是每年都会来吗 竟然有人比我更早 一般你以为是第一个就对了 对啊 因为我住基隆嘛 以为是应该是很早 结果呢 结果有更远的人比我更糟 大年初四 民族上是银财神日子 各庙宇都会发放 发财金或者钱母 祝福民众 新的一年 财源滚滚 金融城隍庙 今年准备一万份农年前母 说始终着信徒固定来报道 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由于金融港停了一艘游轮 因此发放钱母圣话 也吸引船上外国游客前来朝圣 所以这是第一次在台湾 我过来看到这个 所以我要来进去查 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装装 我想知道为什么 你给我给这个 所以我需要想想 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我的文化 我的技术 我的技术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很特别就是庙方准备翻转的发财金 然后更特别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金融港停的一艘 地中海游轮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外国人现在都在排队 那我相信我们这边 也会有请英文的主持人 那就告诉他们 我们台湾城隍庙 金融城隍庙的发财金 带回去能够保护他们的财运 然后让他们未来这一年 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平安安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民政处长张云翔 也来分送 好运给民众 希望新的一年 金融会更好 很开心 可以发开运红包 希望大家十来一代 每天都很好 可能还有邮轮过来 又可以财神 相信基隆会越来越好 今天是假成年 农年的大年初次 我们特别来到 基隆富国 城隍庙 来迎财神的活动 我们邱飞林副市长代表 谢国王市长 来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 现场成千上万的民众 准备要拿今年农年的银币 我们叫农币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 银财神开运 然后新的农年一年 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从扩大发放前母的对象 现场庙方人员也热乎 闯入现场气氛 祝福民众农年一切顺利 记者 王少民 基隆报导 一百多人的中华北极星 爱心关怀演艺协会 到基隆博爱仁爱之家表演 让出席活动的副市长邱佩玲 相当赞赏 歌手在台上带来英文歌曲 跟腔有力的唱腔 让台下观众印象深刻 还有精彩的双人舞蹈表演 一连精彩节目 让台下阿公阿嬷 看得是相当开心 台湾之光 二虎女神 风启杰 带来多首精彩表演 和台下国爱之家乐迷 社工们一起互动 炒热现场气氛 今天来跟北极星一起来参加这个餐会 觉得做公益真的很开心 看到长辈们那么开心 鼓掌就觉得非常有意义 这群中华北极星 爱心关爱演影协会的表演者 多才多艺 新年到来 特别到博爱之家 带来欢乐 向赏辈们拜年 我们平常都是有上班族 比较多 那我们是因为就是 会一些歌唱啊 才华啊 养育这样子 然后来 尽一点微薄的力量 来跟爷爷 把那个长辈啊 表演给他们 让他们开心 带给他们欢乐 一年串的精彩节目 像我们的舞蹈老师 都是老师级的 特选的 我们的 像我们的歌手 都是前三名 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一些 不管是美女帅哥 都是很出众很有才华 在各大的安养院喔 告诉你 我们是排名冠军喔 出席活动的副市长邱佩玲 就向长辈们一一万好 也和博爱之家董事长 林水木 闲话家常 过程中 林董事长透露小故事 也让副市长邱佩玲 相当感动 今天很开心 可以来到 博爱仁爱之家 尤其看到林董事长 倍感亲切 他刚才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父亲在当省主席的时候 民国七十三年 那当时候来林董事长 当了林市长 是基隆市的市长 他讲了说 当时基隆市的警察局 是非常的破旧 爸爸在当省主席的时候 拨了一笔 大概几千万的预算 所以打造成今天 在基隆市警察局 我觉得非常感动 原来我父亲做的每一件事情 照顾地方乡里 都是将来给我们后代子孙 最棒的一个恩责 我想 我像今天当基隆市的副市长 也应该用这样的精神去做 那代表 县国梁市长 跟大家种开运红包 也祝博爱仁爱之家 每一个叔叔伯伯阿姨 新年快乐 团团区 博爱仁爱之家 博爱家园 举办了春节餐会 邀请演艺团体 带来精彩表演 也让长辈们感受到 外界对他们的关心 记者 黄梢明 金龙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龙年行大运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会讲提醒您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会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